2022-23年度,政府在文化、艺术发展方面的经常性开支超过59亿元 较2017-2018年度的43亿元增加了接近四成 发展文化、艺术和创意产业需要与其他地方互相交流和学习 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刚刚在今年的9月 也派完亲身去到韩国和不同的文化机构 当中包括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进行交流 政府一直致力构建一个完善的文化创意生态圈 目前已经有不少飞升国际的文艺创意产业商业平台选择香港 包括了全球一些著名的视角艺术展览 以及为电影业界提供欺商机会的香港国际影视展 我们更加在2024年举办第一届香港演艺博览会 作为表演艺术团体和从业园 合谈商业或者其他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产业化造就更加有利的条件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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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